我女儿呢16号结婚 我呢网上订购了一件旗袍 我想她结婚那天穿 然后呢我25号下的单 10月4号那天才发货 衣服是在手洗天猫旗舰店买的 花了109元 郑女士说10月5号 她收到衣服后试穿了一下 觉得不合适 就联系了快递员上门取货退给商家 自己去实体店买了一件旗袍 胸那里太大 然后不合身穿着不好看 尺寸大了吗 然后我就跟商家联系 我说要退了 过了两天我想起来了 我说这这怎么钱还没打给我 我就问了一下 问了一下吗 那个老板说是我影响了二次销售 商家客服回复郑女士 衣服被弄脏了 发现有勾丝才拒收的 商品账付我们的事 我们只是检查看 是不是违禁品之类的 商品是否是否完好 现在衣服回到了郑女士手里 领口处有几处明显黑色污渍 绣花附近面料有拉丝 我当时懵了 我就湿了一分钟两分钟都最多不到的 我只是试穿了一下 我身上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不可能是我弄得这么脏的 它这个领子明显是人家穿过的 然后才发来给我的 我的诉求是退货退款 熟悉天毛旗舰店的经营方 是苏州曼萨登商贸有限公司 商家提供了收获视频 说当时对郑女士寄回的衣服 进行了检查 确实发现了问题 真的我可以写 那式的我没办法处理了 知道吧 网上买买退退都是正常的事情 你说弄得破损了 我就是没办法那个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退货 或者是把退货的衣服发出去 或者什么 退货到我这边都要检查的 我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 检查了过后 检查没有问题 我才可以入库 再给仓库 老板你说是好的 是吧 你检查过的 那你检查了你有证据吗 你发出来是好的证据吗 你这样是这样子说了过后 那大家都没有意义了 对吧 因为如果说 如果说 如果说你这样说了过后 那你怎么证 你怎么去证明 你只试了两分钟 天猫平台的小二 介入后不支持退款 郑女士不接受 坚持退货退款 那肯定 我肯定不同意的了 不同意 因为这件衣服退回来 我就是报废了 怎么可能去 去第二 再去销售给人家 那我再去销售给人家的话 那我算什么了 我变成一个五两三家了 你说对不对 天猫公关部门回应 如果郑女士收获时 发现了问题 并第一时间反映给商家 还好协商退货退款 目前这种情况 很难判定 依附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不能满足 郑女士的诉求 181818黄剑记者报道